好作品慢慢看 大家好 我是本来就慢了 这只弓箭的神奇之术就在于 他会选择自己想要射穿的人 然后对方就会觉醒一种特殊能力 并变为同伴 这是吉良吉广在得到此道具时 一个叫恩雅的老女人对他说的 如果没记错 那些能力者应该叫做替身使者 吉广知道 想要打倒承载狼保护我儿子 那样的同伴越多越好 而幸运的是 不等他特意寻找 手中的剑好像已经选好了目标 身为漫画家 偷拍 啊不 取材当然是陆伴每日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不过现在他拍路人照片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找出凶手 通过用相片记录这些通勤的上班族 他可以选择所调查的对象 再加上灰姑娘美容院 那个被调换身份男人的基本信息 陆伴可以尽可能从中 缩小嫌疑人的数量 他判断 吉良就算完全改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 也未必能完美融入对方的生活 所以这群人里面 可能一有家人亲戚 开始对不自然的行为感到奇怪了 如果调查到最后有必要的话 他会用天堂之门和那些人逐一约谈 当然 前提是那个杀人魔 没有将他周围的人都除掉 陆伴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心血来潮的正义感 他告诉面前的乔瑟夫 自己只是想在事态恶化前找到几粮 正说着 突然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 嚷着要玩猜拳 陆伴扭头一看 身后站着个愣头愣脑的小学生 正仰起胳膊冲着自己 漫画家怎么可能搭理这种奇怪小孩 话都没说 扭头便走 可在要上出租车时 没想到那个孩子又跟了过来 软磨硬泡 非要玩猜拳 陆伴烦的不行 正要赶他走 忽然发现这家伙脸上有个洞 啥情况 怎么非缠着我不放 莫非 他是替身徐者 但不管是不是 这熊孩子喊声又吵又刺耳 漫画家实在忍不了 必须得治一治他 方法自然是老规矩 用天堂之门查看对手情况 原来这个小鬼名叫大柳贤 脸上的伤 好像是从电线杆上掉下来弄的 而关于替身的情报 则什么都没写 还有 他是真心想和人猜拳 并且第一次汇出剪刀 好吧 既然知道了真相 善良的漫画家决定满足对方 一记十斗后 光明磊落的圣者便扬长而去 不过他不会想到 这个满脸不干的熊孩子 可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完成工作的路半 准备休息一下 来被下午查 林卓表示这边三缺一 您来不来 漫画家一看 是小流氓 蠢货家神经质 这岂不是全小镇 最不顺眼的人都凑一起了 被这些家伙邀请 他自然是婉拒 但就在说话功夫 大柳贤又来了 还占了他的位置 想坐这儿 行 和我猜拳 三番五次来找茬 路半真要发火了 然而对面毕竟是小孩子 稍微一喊便嚎个没完 作为一个成年人 摊上这种事 确实是有口难辨 再加上身后三个 吃瓜观众的前言碎语 没办法 我跟你猜拳 跟你猜总行了吧 小学生一听来劲的 立马停止哭闹 进行比试 然而很无奈 对手实力太强 孩子二度落败 这个结果让双方都比较意外 再次品尝到胜利的甘甜 路半毫不掩饰 自己没出气的嘴脸 他一屁股坐在迎来的王座上 享受起成年人特有的成就感 可这件事显然还未结束 当他来到书店买书时 大柳贤又挡在了自己面前 至于目的 不要问 问就是猜拳 既然对方如此热爱这项运动 路半决定 赏他一记别开生面的石头 但没想到大柳贤对比试是认真的 尽管挨了一拳 不过也终于赢了对决 紧接着 路半就感受到了失败的代价 对面小鬼脸上的窟窿 瞬间变得像黑洞一样 居然直接吸收了他的替身 这小子果然是替身实践 千针一发之际 手足过人的漫画家 用天堂之门将对手变为书 接着又写下 不能攻击岸边路半的字样 才化解了危机 再次查看才发现 这小鬼刚才是第一次使用替身 而且他一心想着用猜拳打败路半 因为在他心中 路半这个年纪很精 就能在社会独当一面的漫画家 笔下创作的作品 也带给了很多人感动 如果能打败这样了不起 又受人尊敬的家伙 那对自己来说 就是超越 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成为像路半一样 受人尊敬的大人 看到书中赫然显现了替身 漫画家明白了 这孩子恐怕是刚刚被那只剑射中 正在转化的替身使者 其能力 是在五局三胜的猜拳中获胜的话 对手的能量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 若是不能赢三次 就无法全部夺走 正好看到这儿 男孩脸书上的文字 居然发生了变化 不能攻击 自动改为了可以攻击 随即大柳贤也清醒了 路半这才发现 由于他刚才输了猜拳 天堂之门的右手 已被对方吸收操纵了 漫画家也因此 不能再赌取对手内心 更糟的是 小鬼只要再赢两次 他的能力就要全部归于对方了 看来不赢下这场猜拳 危机是不会化解的 不过目前战局 路半两胜一负 只要再胜一把 比赛就赢了 替身使者之间的较量 是不存在手软的 就算对面是小孩子 也照样要把他逼上绝路 可大柳贤根本不惧怕 这样的心理施压 他清楚 想赢猜拳不是看中概率 而是要拼内心 一顿冷静分析后 孩子决定 刚才是用布赢的 那这次就出其不意 再用布 这样的干扰果然有效 路半的石头被完全奉杀 而在精神力上 也是此消彼长 大柳贤不但追平比分 还信心十足 反观漫画家 替身再次被夺走一部分 身体仿佛瞬间被掏空 虽然眼下是平局 但小学生明显斗志昂扬 因为他现在是越比越赢 而对方则是败迹连连 依照如此势头 最后的胜者非自己莫属 这奇妙的局面 按住的极光 简直看在眼里 乐在心中 要是这小鬼 真能得到路半的替身 自己这边就无敌了 他不会轻言放弃 并且他还断言 大柳贤不会再出步 原因是 自己已经靠出石头连败两次 第三局是性命攸关的俏量 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变 再沿用这份石头厄运 如此一来 你还出步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即便这样干扰 对手的精神力也丝毫没有动摇 依然坚持出步 是平局 既然如此 路半决定索性不再逃避 他要用石头扭转厄运 但在落地时 膝盖发软了他不经意间 改变了身体姿势 这一变化 让大柳贤产生了动摇 随即被杂念驱使 将本要出的步 改为了石头 两人又是平局 可不同刚才 此时路半已经气势大振 反而小学生 开始产生了怀疑 不过熊孩子 同样不会认输放弃 他要以比运气的名义 向走来的路人打招呼 没错 就是仗主和乔瑟夫 他感觉出 那两人都是替身使者 如果他们被叫后能过来 那说明自己的运气 或许真的用尽了 但若反之 那只能证明 他仍旧强韵护身 所以每到这种关键时候 还得是依靠乔瑟夫的表现 他一眼就看出 那孩子该不会是 路半的粉丝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再见 漫画家好不容易积攒的信心 就这样被一位老人精准踹垮 有了这层心理暗示 大柳贤感觉自己已无所畏惧 哪怕经历一场玻璃雨 他都会毫发无伤 信心的力量就是这么可怕 而路半这边 貌似又回到了低谷 然而奇怪的是 他不仅没有慌张 反倒撑开手掌说 无法逾越的高山 每一句话语都如同山巅强峰 直出每位攀登者的灵魂深处 对于想要打败他 路半坦言那并非难事 真正困难的挑战 是即便身处绝境 也要不为失败 超越自己 而接下来他所要做的 就是要打破束缚 超越自己的运气 既然双方内心 都已有了失诚与觉悟 那剩下的就只有权力一击 分出胜负 可奇怪的是 眼看大柳贤出了剪刀就要获胜 他自己的手 却不受控制的变成了石头 路半居然就这样不做变化的 营火的替身 原来强运在刚才乔斯福出现时 就来到了漫画家身边 逆转结局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透明小婴儿 因为路半已经给他写下了 变成透明后 把小鬼手指掰成石头的指令 这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改变运气 超越自己 看到败局一叮 又要接受惩罚 大柳贤一把抢过婴儿 想将他当作人质 既然不服输 路半告诉他 那就放下婴儿再比一次 但即便输了 倔强的少年 也不愿意想法和意志 被对方的命令左右 他直接横身跳向路中央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觉悟 有志气 这样鲜明的性格 路半很欣赏 他纵身一跃 拦在了史莱的卡车前 就在孩子担心 对方会被撞失 随之而来的风 将极广这张照片 扇到了挡风玻璃上 司机急转方向盘 竟然恰好绕过了前方二人 经过这场冒险 大柳贤对于强运 无疑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看到他的成长 路半也答应 不会废掉他的替身 故事到这里 看似已经完美结局 不过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参与对战的透明婴儿 没错 是叫静乔斯达 他现在不见了 所以机智的路半老师 联盟开启了装傻找人模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不妨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